日本官員說一名獨行異空 星期二在東京附近一個校車站池都行空 殺死一名男子及一名女學生 並造成最少16人受傷,大部份是學童 據報告後來刺傷自己頸部後死亡 由於內塔尼亞湖無法組建政府 以色列正接近舉行新的國會選舉 敘利亞說以色列星期一空襲 戈蘭布基附近的敘利亞防空陣地 造成一名士兵死亡三人受傷 塞爾維亞總統赴琪琪星期二在國會警告 在塞爾維亞主導的科索与北部多中逮捕後 如果緊張局勢升級,他們將會作出反應 馬來西亞政府說將會向美國、英國、加拿大及澳洲等國 去回3000公噸不可回收的塑料費物